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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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原告认为被告没有履行哪项合同义务 对他没签那个东西 其他不予再编论 不予再编论 本场最佳代理人是 刘宇诚 王霄律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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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一种离别的情绪 是不是 好了 好 今天是这样的 今天是我们本季 的最后一期了 我们依儿和 《英堂少女303》的 西琳娜一高 一起来加油 欢迎西琳 上一期忘了问西琳 就是录完感想什么 我在屏幕上看到的 我就感觉有点 那种沉浸式的 体验了 唯一的一点就是 我在看那个实习生们 他们的那个视频的时候 没有弹幕了 你也是必须开弹幕的 我就是看弹幕 没有那一串飘着的那个 那些 今天我来给你配 不用了 你看的时候我会再看 刚主任问他说 萨老师话还不够密吗 好的 那今天是最后一期 提醒大家 我们上一期呢 又成功地点亮 第八盏的京东花样灯 如果这一次再点亮的话 我们将能够给 我们的实习生们 赢得下一季 令人心动的 非常珍贵的 加油团的一个席位 所以非常非常的值得期待 那么我们还剩最后一个项目 等待着我们的实习生了 话不多说 直接先来看看是什么项目 请看 VCR VCR 你呢 咋啦 哈喽 圣圣 今天又是可爱的奶牛妆 奶牛妆 我的天 还有更可爱的 直播那件还没穿上 杰远 你觉得我今天的发型 有没有一溜溜的老气 有什么区别吗 你发型有变过吗 它的变化在哪里 就是这里的 这里的卷会有点大 然后不是分散开的 我没看出来的 Vinus之难了 好的 那证明没有什么大问题 您放心 小哥 早 今年 你是不是又换发型了 没有吧 今天感觉跟昨天不太一样 今天可爱了一点 不然你得伤害 不然帅一点 今天你好会夸我 不然你会夸我 我真的能看着 萧哥头发有变化 那我看不成 可能这就是男女差异 梁绿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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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剩下你们六个感觉好伤心 我就是说今天我怎么感觉大家还迟到 听到在其他人迟到的 哦 他以为其他人迟到还没到 因为现在的感觉像是迟到的感觉 并没有意识到 十点二十五到会议时 最后一个会儿 去怀疑是吧 走了 新的任务 齐了哈 这是第九个实习项目 也是最后一个 就是回到现实 现实是什么 就是一堆破活 鸡灵狗碎的 天天追着你屁股 找你药 因为大家如果实习结束了 来军河上班的话 基本上就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事 不会让你去谈判 也不会让你去见客户 更不会让你出庭 就是破活 多任务处理 我们有八个工作 八个 量力而行 做完了还可以追加 今天发下去 7号上午11点截止 也就是48小时 就看你的统筹能力了 每个时间干什么东西 哪个在前 哪个在后 这个特别重要 领了项目之后 都会去找各自的项目负责的代教律师 把这个背景和资料再教一下 每个人自己完成 没有队友 最后的这一个实习项目 其实主要是更多的让大家体会一下 真正的作为初年级律师的工作的这么一种节奏 很多工作可能会同时来 也就是这么安排 因为时间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其实都是按小时收费的 所以这个时间是我们事务所收费运营 盈利的基础 我们对时间这个问题非常敏感 所以大家对于时间管理也特别重要 当然更重要的是质量 我带着大家过一遍 第一个是自贸区设一个WUFI 外资企业的注册 客户希望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 设立一家外生独自企业 客户想知道注册公司需要股东提交哪些文件 是否需要进行公正认证 还有公正认证所需要的时间费用 还有具体流程等等信息 这个项目是由郭涛律师负责的 第二个活是夫妻双方财产详细清单 这就是民事案件财产的整理 资料在王律师办公桌上 第三个活起草一个董事会决议 就是和客户电话确认资产转让协议中的交割条件 梁律师负责 第四个案子是起草一个Termsheet 就是投资条款清单 我负责的案子 第五个境外投资的审批登记ODI 这个是给梁律师 然后投资资质调查 这是第六个 这也是我来负责的一个事 要做DD 下一个是国际诈骗的报案 王律师负责的项目 最后一个是公司股权交易架构和条款秀改意见 给客户出一个交易架构条款的反馈和意见 负责的律师是郭桃律师 我一下 挺累了 OK 这八个案子说完了 都选好了 那咱就说说啊 我想选168 268 124 157 都选了三个 那咱们都选三个呢 我改一下吧 改成236 3 8 4 8 8 哦 他们那是选两个 怎么着三回 跟我们想象中的任务好不一样啊 哎呀 妈妈呀 我没有办法规划时间 有感觉每个都是不可测的这几个任务 你选 我选了夫妻财产清单 结果这是个富豪 财产太多了 全是财产 我的财产一页A4纸就卸完了 我后悔了 这是什么 太吓人了 不知道从何下水 我也是 只有你选七 五七都只有我选 只有你选七 哎呦我选了两个都没人跟我讨论的 我还有三个人选 选八的人太多了 八很简单吗还是很难 我觉得挺简单 你看不会特别难 就是一个翻译的工作 他英文太好 当他说这话的时候对议程是很大的打击 第八个就是还有英文的翻译 其实那个很废实的 不要熬夜 不要这样想 其实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第八个案子是公司股权交易结构提修改意见 我们代表一家公司 然后这公司收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条款清单 这个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如果不了解或者第一次做 可能会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一方面要对整个交易架构 交易时间表审批的情况提一些建议 另外就修改具体的内容 要让我用时间的话 五到六小时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的 哇 在我很忙的时候 我就很想做一些无聊的事情 比如说换换电脑壁纸 要不这样吧 别 我很忙 你猜你要说什么 怎么这种地方还竟然有点莫词 哈哈哈哈 嗯 敬颜 哎 怎么会九十多页 哦 他真的有九十多页啊 哦 我的天哪 九十多页 我的妈爷 第三个项目 它是一个资产出售难点 是 纯英文的 比较复杂的 一个一百页左右 九十多页的纯英文 一百一百页左右 纯英文 天哪 我的天哪 太难了 我看看 先购买 订阅 哎 要不咋 咱就先碰一下看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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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看第一个他有十二个 那不就我问前六个你问后六个 就轮着来 好吗 是 嗯 哇这个我真的崩溃了 去吃饭了 我又想吃饭了 呃 哪还有心思吃饭呢 我 哇 这跟今夜一块 你知道我压力有多大吗 这个 adds of the adds of 那应该就是 要在 当天完成的东西吧 那这个 adds of 是一个意思是吧 我露眼 这个 adds of the date 是一个意思是吧 新的 就是到我那天之前 所有东西都符合要求 明白了 谢谢你要见 你先 谢谢 在那个 法律文件里面的语境下面的 这些 非常要准确 对 你要非常准确 他的时间是到那一天 是不是包括那一天 对 啊 啊 你下去吃吗 超哥 嗯 走吧 我们一起吧 飞速吃一个 我最近胖了 要吃少一点 走吗 走 郁城你不吃吗 哎呦 我不行 我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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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 你看 我们先走了 走吧 我们下去吧 饭们来了 先去吃吧 来敬意喝杯茶呗 好 咱们这两天把它都喝了 怎么样觉得 快一个月了 嗯 嗯 我觉得自己感受的话 就是 很明确地发现自己的缺点 比如说一些 对抗性的课题嘛 就是会垮得特别厉害 所以你肯定是喜欢做飞速了呗 对 我觉得来之前的时候 自己还不是特别明确 然后经过这个月之后 我就发现 的确可能自己比较适合飞速 他确实做飞速比较好 我倒是觉得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啊 嗯 就是得那个什么都做 嗯 对 扬长臂短 遮丑 这是我该干的事 嗯 我就没有什么发展性了 就到这 到这个阶段 哦 年轻人还不 你有25岁吗 还没到 对 你就说我24岁就开始 啊扬长臂短了 太早了 有点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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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识地去多给自己找那种 你不舒服的场合 去尝试尝试 嗯 是这个意见 你看 他是唯一一个当场选的 然后又改的 我改一下吧 我想试一下 我改成236吧 哦 而且他知道是英文课题 他故意的挑战 挑战一下 尝试完了 到最后这个短也没补上 那那没补上就没补上 因为本来就是这个计划 对吧 就是无所谓的 但是你看王昭为什么这么厉害 又做飞速又做速度 什么都做 嗯 王昭就是谁给他的活 他都做得特别好 嗯 最后大家就说 哎 你选个方向吧 那你游刃有余 选一个你最想做的方向 你自己有意识 你就去找机会 多加强一下 嗯 对 这我感觉自己有点遗憾 就是 就没有发现自己的优点 到底在哪 就感觉啥都能干 就像一颗砖 哪里需要往哪搬 但是你就不是那块基石 只是你往上走 你看 就自己会有这种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 嗯 你不要老想高光 你有高光的时刻 你就有 你就有鲜艳的时刻 工作吧 就是这种日常 单水 批柴 喝茶 做饭 就是这些事情 一日一日 在慢慢的 这个不断的摸索中 食物的练习中 进步 嗯 你就说谁来了 就全都是高光时刻 不灵不灵不灵 没有这样 嗯 这个没关系 嗯 该早点来喝史绿这杯茶 就是喝着喝着 像心灵鸡仓 挺有疗效的 心灵茶的 哈哈 准备几点汇报 你要说已经弄完了 今天是晚点也行 哦 郭琳我可以约个明天上午 给你汇报的时间吗 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是 今天晚上会写完 那我觉得我写完的时候 你应该已经走了 行啊 行 可以啊 所以你今天晚上就准备 差不多了是吧 对我打算今天大概七点前 把那个写完 我现在先把梁林 那个交过去 哇 一个都在交 一个准备要汇报 还谈了个话 我销子干嘛去了 过来现在有空吗 嗯 有个不太明白的比赛 我看看 对我说 所以说哪怕是 应该是2021 2010年就已经确定了 你彼此都好关注 这是第九个实习项目 也是最后一个实习项目 实习绿 现在您方便吗 坐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做一个口头上的汇报 壹件要改善 continued and divided into 21 parts 这些这是 参与续剐参与参与剧场 外公司 好大压力 和卖主 商局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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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售客是 The Babylon Oasis 我去看看 A sovereign investment fund In the Middle East So they collectively called seller 汇报 就一讲英文呢 就说不着什么 哇 最后要争取offer 最后的 这要拼命了 好 最后的几个项目 是关于三个项目的 三个项目的 哇 不愧是你 CP 那是好 嗯 OK 不错 严重超预期 超出我的预期 我感觉这次休息也不错 主动地用英文 跟我汇报了一遍 这个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已经相当不错了 好吧 好 谢谢十六 你考虑一下 然后如果有再讨论的 我们就再讨论 好吧 好 谢谢十六 找掉一个 还剩两个 你在做哪个 锅绿那个 那你现在开始了吗 没有 哦 这点还是空空的文档啊 那我挂他 我好后悔 我选了两个要打电话 你打电话 没人接 打了十个 我觉得我可能是时间安排 最失败的一个 公正出我的电话 不要紧张 这是 我现在不做了吧 有点不甘心 做吧 我感觉还能浪费一天 我一个两三个小时的做了一天 我不来感觉今天可以早睡了 我现在觉得我痛一个小都不够 这是啥呀 气死我了 心态崩了呀 你先解决了 淘华语 我真的写 我这个要查四个问题 有个特别复杂 查玩意儿 你能不能在地图上搜这 你能搜出来吗 我试试 但是我手机上没有地图 你有没有 我有 谢谢 我自己都没做完还来帮你查 谢谢 查一个就好了 嗯 这个串就是 我搜一下具体位置好 好的 它是Rutheland Street 我们这种搜到的呢 嗯 可以了 就是这个地方 它就让这个吗 对 让我们欣赏一下它的图 这楼也挺大的 你进去我说这种英国楼 你看进去这个就这么窄 真的吗 就跟那种写字楼一样吗 就特别窄 我要回去了 谢谢 没想到来了给我盖了个活 谢谢 一个小时必有你了 好呢 好呢 肖哥真的电话好大哦 你写了多少字 一千吧 还比中文少 不可思议 证明你眼简易改 眼能力很强 不不不不 好惨 真的绝了 这个时候 我把我自己的文档翻译成 从中文翻译成英文 要中文的没了 可以恢复吧 那个没法恢 它不是意外关闭 它好像没有这个恢复的功能 那怎么 我的妈呀 我真的笑 天哪 这太致命 他推伤了 对啊 时间 跟谁在赛跑的时候 已经开始写邮件了 哎呀 干嘛 肖哥都快写完了 要一个人做这个任务还好 有一个人 跟你做同样的 然后还比你快 压力就更大 郭琳我可以约个明天上午 给你汇报的时间吗 因为我打算今天大概七点前 把那个写完 嗯 行啊行啊可以啊 他没存 你做的事情都没了 不是吧 不是吧 今天是我爸生日吗 不是吧 他爸爸生日 哦 给我爹打电话一下 喂 老爸生日快乐 你跟老妈说两句 哦 好 跟老妈做镜头 刚刚准备下桌吃饭 打电话给你 嗯 明天 明天最后一个货提交了嘛 所以今天就做晚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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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最后一个货提交了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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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是啊 是啊 哦 是啊 哎呀我见到你两只裙到佛 没有啊 打个电话祝个老爸生日快乐 嘿嘿 嗯 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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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没问题啊 等我吃完再选 吃完再选 好啊 那我去吃饭先了 嗯 好 拜拜 挂完电话一叹气 哎呀 今天我想跟你去吃饭 什么 你去不去吃饭 我想 简单吃个快餐 他在这随口说说 我要去吃饭 哎 拿了一叹气 爸在还度生日 爸在苦 下班 哈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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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谢谢啊 所以真的是一点这种小疏忽 这次特要命 太要命了 而且这种疏忽特别打击情绪 嗯 心态 这个夜晚不够长 对啊 你加油 好 这个项目跟之前特别的不一样 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聚焦的一个事件 而且我们看到这一次采取的策略很不一样 几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育成 育成他的印象深刻的这一次课题是 改了一个改了一个方法 改了一个高难度的 你 然后秋仪式时间管理我觉得是最好的 他第一个去汇报 对 而且他自己给自己增加了一个难度系数 这样应该会打乱所有人的阵脚吧 对 感觉到了 而且能感觉到到最后这个实习项目 这大家真的是拼了 可是一轩同学就有点 他选了三个两个要打电话 一个没人接 另外一个对方再放假 这是什么情况 其实我觉得到这种时候啊 你就不要执着在一件事上 这时候果断的 你有三个任务在手里 这个时间管理就特别 关键了 就这个时候我果断放下一个 先做其他的 让自己先看到一点成就 慢慢等这个时机到 有点事可以做 对 徐律你会意外 敬业和王霄直选两个项目这件事情吗 我按他们性格我不意外 是吧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你只是大致听了代教律师说 这个项目的主要核心内容 但你不了解细节难度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先保守选择两个 有余量的情况下 我觉得他们会加选 对 他说你完成你手上的 你要想再多做一个 还可以做 对 我觉得是很真实的一个场景 都是一些基础的 但是辅助工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件 就特别考验 他们的病轨的时间管理能力 对 以及知晓 什么是我擅长做的 可以优先级的 然后什么是不擅长的 需要花大把时间 但是也必须完成的 对 但我第一次听到 按小时收费的 不可以删小收费的 我很贵的 所以我们每次录长一点 都是在占徐利品 这个节目经费这么多 对 但是这个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的实习生们开始越来越接近工作实操了 如果说像上一期披上那个律师刨是高光时刻的话 那这种时刻就像是微光时刻 但是可能更多的职场的组成 是用很多的微光组成的 对 戏林有过什么 你觉得微光时刻吗 前一阵子我第一次唱了粤语歌 我记得好像是不是她上了热搜 对 今天那一高的粤语发音 没想到能上了热搜 就是第一次学 所以真的就是会花很多心思 就是除了睡觉 基本上就是在循环的 想要形成一个肌肉记忆 对想在短时间内形成肌肉记忆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跟工作人员一起去吃火锅 然后我就是涮一个菜进去 然后就开始练发音 然后太熟了 我家里吃一个 再涮一个我再去练那个发音 就是 就是一点等待的时间都不浪费 对就是用所有随便的时间去做好这个舞台 就可能大家会觉得可能歌手录一首歌很简单 但其实不是 大家可能只是三四分钟的歌 但可能我们是录了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 像我的大鱼 我是第一次进录音棚录 所以我是第一次录的时候 第一天没录好 第二天又录 然后又没录好 第三天又录 然后是最后第三天的晚上 必须要交了才录的 但大家觉得四五分钟的歌而已 但其实我可能在录音棚录了十多个小时 对其实大部分工作都是非常琐碎的 其实很多新人来到这个行业 好多人可能一两个月就辞职了 就会发现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就是我们几乎很多的时间花在做合同上面 就你为了 还有你有一些非常非常琐碎的沟通 就为了一些细致末节的问题 对 大家觉得今天才是 接 不行 正活不行 就这个吧 这个我发现弄错了 反了反了 我说我这个不能 哈哈哈 接了一堆不该接 哈哈哈 如果一个工作永远都是高光时刻 那好可怕的 不可能吧 那你会不会耗 就是耗尽 不可能很快就会耗尽 你能量是有限的 对 韬光养晦 对 对吧 你必须得养 所以 我是觉得 微光不是一个坏词 有的时候微光其实是安全感的来源 没有微光哪来的高光 对 而且很有可能 很多微光聚到一起 并不会形成一个高光 对 但是那些微光就已经足够好看了 对 是不是 最后我们在看下面一段之前 要稍微的聊一个话题 就是敬业呢 忘了去保存中文档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崩溃的事情 在这个最沮丧的时刻 突然 可能是家族群里面 他发现今天是他爸爸的生日 然后他用很平静的语气 给爸爸祝了生日快乐 也讲说马上下楼吃饭了 最后一个课题 肯定加班的晚一点 没关系什么之类的 对家人是典型的报喜不报忧 大家在工作上有什么 不顺利跟父母分享吗 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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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连顺利都不分享 我也是 何况 我的工作基本上就不跟父母分享 对 我也是 我觉得振兴在我身上我要双标了 就其实 我自己不会把自己的就是工作状态跟妈妈讲 但是我作为妈妈的话 我又希望我女儿事无巨细地能和我讲 我觉得都是出于爱 就我出于对父母的爱 我不想为他们担心 但我出于我对女儿的爱 我想更多了解她的生活 我跟我妈都不怕没有话聊 因为她其实在微博上面 就是感觉她潜入粉丝内部 就会来问我 你哪天哪天是要去哪儿吗 你网上有你的行程 我都不知道 就是她比我还了解我的行程 所以如果你在朋友圈发一个 比如说凌晨四五点了 说终于收工了 这种他们看到会疯吧 我反正我 妈妈对不起 我会 屏蔽她吗 屏蔽 嘴唇在导 这一类的会屏蔽妈妈 因为我其实有一次我没有 然后我发了一 朋友圈发了一个苦色 就那个梗 对表情 然后谁知道一分钟后 马上就赶过来我 你怎么了 你为什么苦色了 你最近有什么不顺了 苦色 我说只是一个梗 只是开个玩笑 一个表情 然后她就 但是你确定吗 你没有瞒着我什么 我就 就没法去解释这个东西 也是 也是 我妈也这样 我妈但是我是换头像 就是我每次都换一些 其实各位 就比较可爱的头像 你知道吗 然后我妈就说 你能不能放一张 自己的照片在你的头像 我每次都找不着你 然后就说 你每次都换 就是乱七八糟的 搞得我真的心情很不好 你赶紧换过去吧 妈妈就喜欢看你那种 特别大头的照片 放在头上了 我跟你讲 这是出于一种 什么样的误解呢 就是做儿女的 老爵的 父母的爱无私道 比如说 我在家里 我当我工作了一天回去 我放空的时候 我会想 哎 没关系的 爸妈能理解的 我现在真不想说话 我不是不爱他们 不是不想跟他们聊 但我现在真的 累得我一句话都不想说 我觉得他们完全能理解 我以为他们完全能理解 甚至后来慢慢的 顺理成章的 我觉得 他们必须要理解 父母是爱我的 对 但是从来没问过他们 他们是否真的理解 因为我从小就是 自己长大嘛 所以我跟父母联系 其实非常少的 包括之前在那读书 可能也就顶多了 也就一年一个电话 一年一个电话 一年一个电话 我跟我爸妈就从小就是 他们就很 但绝不是不爱 对 因为他们 他们做生意就是 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一大清早就走了 晚上很晚的回来 所以我就一直自己管自己 包括到大学 我读大学 那更是一年一个电话 当时就突然就 我也不知道吧 可能就三四年前 突然觉得 好像爸爸妈妈好像 好像年纪大了 还是怎么样了 就开始觉得自己 想要跟他们多去沟通 所以就到现在 我就从一年一次电话 到后面可能 一个月一个电话 到现在可能 一个星期一个电话 到现在就是两三天一个电话 天天还要调节他们俩吵架 他就 你爸今天又在外面说什么 好像爸爸都爱老爱出去喝酒 我妈也老爱说 反正就是 现在还要调节他们 然后就是 还有很多人说 打电话不知道 跟爸妈说什么 其实你不用说什么 你就打电话 喂 好吗 怎么样 还可以是吧 那挂了 其实就十秒 哪怕你每天十秒 就父母都会觉得够了 而且这个习惯形成 父母会愿意去跟你分享 他们的生活 我觉得这就已经是一个 还蛮好的沟通方式 对 好多年轻人都觉得说 我爱你们 我可以为你们做任何事 但就是可能 没法跟你们聊天 但父母可能说 你不用为我做任何事 我只是想跟你聊聊 对 就是我现在特别爱回家吃饭 然后也特别愿意 把我工作当中遇到的 所有的事情都跟我爸爸妈妈讲 因为我爸爸是完全挺多多 而且我爸爸还能支招 我妈妈就特别特别简单 我妈妈就说你吃饭了没有 吃饭了没有什么 然后完了之后 我妈妈看电视我就 抓着我妈妈的胳膊 我就靠着她在肩膀上睡一觉再走 就每次 我觉得在妈妈肩膀上睡十分钟 哇 香到 香到不行 真的是 而且妈妈身上永远有一股那种 就是妈妈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 就特别安心的味道 对 那至于说比如说我今天有点咳嗽 或者怎么样 这我就觉得没必要讲 没必要了 对 因为她一定会放大你的痛苦 对 是不是 对 好的 朋友们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很好的完成自己工作呢 我们马上一起来看一下 感觉这是最难的一题 哎 实习快要结束了 别伤感啦 看 我给你准备了惊喜京东花样礼盒 花样礼盒 如月城里可真是花样百出啊 你看 按摩仪 咖啡 巧克力 饼干全都给你安排上了 这么好后你花了不少钱吧 哎 别担心 我都是在京东上买的 我在京东上用了学生专属花样会员向学生专属优惠 而且还可以两倍返还京东 只需要一块钱就可以买到这样的心仪好物了 那就谢谢你的花样惊喜了 没有没有没有 是京东花样礼盒够厉害 肖哥 我累了 你说是律师比较忙 还是这段时间的我们比较忙 我觉得忙的东西不一样 律师可能做起来都是得心应手 嗯 你做起来也是得心应手 嗯 鬼啦 我抓耳脑塞好吗 我觉得你应该是有力竞争者 真的 第一 谢谢你这样评价我 我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优势 就是优秀的很普通你知道吗 优秀的很普通 如果没有拿到offer你会难过吗 不会 那拿到offer你会开心吗 会开心吧 会开心吧 会开心啊 当然不开心 我是拿到offer很开心 嗯 拿不到我觉得你还好 毕竟一个月我活下来了 嗯 是的 我会给你做十个课题 我再给你做十个课题 就是不管你做的怎么样 都能给你offer 你愿意吗 死亡只问 愿意 因为拿了offer之后也就是不停的课题吗 也是每天都是在做这些 对不停的课题 我这儿有个新事儿 嗯 就是任务9 第9个来了 有任务9 是一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已经离开了他那个公司 但是因为母公司呢 经营出了一些情况 他想把他从原来离开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务 换掉 但是母公司现在有情况不太配合 所以他呢 会四点钟给我打个电话 然后要说一下这个案子 谁有兴趣 谁一会儿邮件或者微信告诉我一下 哇 哇 那选了三个的就是第四个了 但这是日常 因为谁也不会告诉你今天就八个事儿啊 嗯 律师事务所事儿来了那就是 对一点办法没有 秋秋 哎 你进度咋呀 我差不多 但是我感觉一堆要修改的地方 哇 我不太心 第一个做了这么久 他完成了一个 他完成一个了至少 律师也完成一个推进一个 哦 他快结束了 我在想要不要再做一个 但是我觉得如果 我现在的都完成不好 我就不做了 你能做史绿那个好吗 你做完前两个 还没有 你你做吗 我想把你都输送你多 你怎么知道那个不是司送的吗 真的不是我的 哦 敬业接了是吧 来吧敬业 哇 哇 他打电话 啊 实陆我也可以选那个吗 哦哦哦 实陆我也可以选那个吗 哦 微妙啊 微妙了啊 大家还是较着劲呢 可以 来吧 一块吧 此时不发力更待何时 先坐吧 他说他四点一块大点 你的活干完了 嗯 快 快干完了 好 两个都干完了吗你 对我还在想那个 这个IP的 representation的 的warranties到底这么新 坐坐 喂 喂你好 这个实际是吗 对我均和史心悦 还有我们两个实习的同学 他们跟我一起来帮您处理这个事 啊 啊 啊 因为我目前还是那个工房的花人 所以如果我现在想跟他们关系 完全切割清楚 或或许能就是这样的动作 可以可以来往后推进 嗯 好的方便问您几个问题吗 那你说 啊 那我想问一下在你离开这个公司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签订了一些明确的离职协议呢 我我跟他们就签了一个就是我说的叫转货协议 哦 您刚才提到您之前是一个经理的职位 然后想问一下您 比如说现在的公章或者一些财务的账簿之类的 你是不是还有机会可以去获取它呢 还是已经全部移交给公司了 呃都在我吃 都在您这 哦 金眼才有杯而来 他杯就拿出了一个问题提纲来 啊 他现在研究完了再来 对对对对 那想问一下您就是有没有这个公司的一个章程 王潮是属于撞上来了 撞上来了 但是勇气可嘉 勇气可嘉 哈哈哈 呃呃 呃想问一下您就是有没有这个公司的一个章程 在您手上 哎有了有了 哦明白 目前说这个事情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法律纠纷呢 就如果方便的话就是我们也希望你可以提供一下这个材料 啊一句话没说 ok 嗯 行行那就这样 辛苦了啊 哎好谢谢 再见 再见 嗯 怎么样 有什么想法 我又接了个不会的火 哈哈哈 可爱 哈哈哈 你们研究一下 好 那我们回去准备好了 好 谢谢十六 好谢谢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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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我现在先把手上两个红写完 好从容 我发现我爱上PEVC了 加油 你再改TS改风了 我应该完了 那你写呢 写完了吗 写完了 你两个像吗 疯狂的意思 你都弄完了 两个像不完 现在弄第三个 好潇洒好激动 柠檬树上柠檬果 柠檬树下你和我 我为什么要跟你抢 不跟你抢 我现在就可以蹦迪了 你今晚就可以蹦迪了 不是 气死我了 一二三四五六都在 说个事啊 因为明天上午十一点 你们就把活都交了嘛 对吧 然后你们有一个数值报告 这是最后一个 展现自己的机会 它可以做的稍微的 不一样一点 好吧 你们还有啥想问的吗 没有我们就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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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有问的了 就有机会 够虑太可爱了 够虑在中间转圈圈 也是哈 多余了 多虑了 其实瞬间有点舍不得 太要结束了 我要是觉得他们挺辛苦的 现在要问我点答案 我也就告诉他们了 考题答案啊 没人问啊 哎哟 居然真的没人问 他们习惯自己解决 懂问题了 我想回家做 我要熬夜了回去 走了 完了之后还要写个数值报告 这事太多了 我看着我都累了 希望我们都能稍微睡一会儿 拜拜 走吧 我走了 这真是年轻人干的活 那你要不要拿点 这个你们吃吧 你们要 你们要熬夜 菲菲的关爱 王雨菲 谢谢 拜拜 明天见 朋友再见 剩下了宵夜 谢谢你的头位 还要加一下介绍 还有俩小蛋糕 然后我就 留给了 肖哥和敬夜 我觉得他们俩今晚要在绿所 大家要递铺了 你知道吗 因为临时又加了一会儿 我不想在这儿燃烧我的青春 明天就没得做了 我准备今天晚上写完了 今天晚上全部都完了 然后最后一个大夜 狠人 今天是实习结束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了 最后一个课题 也不都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第九个实习项目 就是回到现实 同时有很多校活在多任务并行 晕了 我没有办法规划时间 有感觉每个都是不可测的这几个任务 这个时候就比较考验 就是对于任务的把控和时间管理的技能 今天呢 全部都坐在办公室里面 看着交易文件写着滴滴报告 我想可能这就是所谓最真实的律师生活吧 可能会足够的枯燥乏味 打印机和纸机都用不了了 但是既然选择了一行 然后也有足够的兴趣和喜爱 那就应该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坚定地走下去 这几天也是痛病快乐着吧 接近尾声的时候 都想把最好的一面留在均和 终于的曙光就在前面 希望实习的最后一天 我们都能有一个美好的结束 当然也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好 这个我跟萨萨都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是第九个课题的选择 其实敬业是做好准备的 听完之后他其实去听这个电话的时候 他带了一些问题去 而我们萧哥就不一样了 萧哥我感觉他的决定是在最后一瞬间 就是当敬业路过他身旁的时候 他脑海里迅速地盘算了一下 最后这个机会要不要抓 而且再一想就两个名额 能够拿到offer 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时候是冲动 因为他那个时候觉得说 如果五个人都是三个项目 他是两个项目的话 他说他想再加一个诉讼的项目 然后敬业就跟他说 你怎么知道这就不是诉讼 对吧 最后他会因为有把敬业当做自己 一个假想敌的原因吗 我觉得在那一瞬间他分不出来了 他已经分不出 是因为自己只有两个 还是因为敬业是假想敌 反正那一瞬间所有的东西几乎同时 涌入脑中 他的手就伸出去了 而且他的动作是 徐律 他当时坐在这儿敬业从这儿过 徐律 徐律 这个活活也能干吗 徐律 再给我一分钟 马上 什么情况 对 你说多可爱 他俩进来的时候就是面试的第一名跟第二 对 所以我觉得心中还是把对方当潜在的竞争对手 肯定会 有一个职场上的假想敌是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叹气 姐 你快说你假想敌是谁 我没有假想敌 我是最强的 哇 吴迪 吴迪 是多么 我只是有一些寂寞 天天老板说 从来都是我是别人的假想敌 对 是这样子的 那被当做假想敌的感受是什么 就是好烦 你知道你是他的假想敌是吗 我不知道就有些我都根本不认识他 然后他会把我当假敌 有时候会攻击 我觉得很奇怪我根本不认识他 喊出他的名字 喊出他的名字 是 我好希望我工作里有一个假想敌 我名字猜 罚你们两个一人说一个假想敌 我也没有假想敌 你在歌坛打遍歌坛无敌手对吧 不是 比如说你去参一个歌唱比较 谁去了你会觉得 那我要更认真准备 我去到任何地方我都会认真准备 就绝对不是官方的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我必须要 掌握好我当前这个舞台 我才有下一个舞台 所以我每次去唱歌 我都会特别紧张 我每次都会觉得 万一我这次没有唱好 那我可能就没有下一个舞台了 所以我觉得我的假想敌 可能是我自己吧 对 程昌 你刚才也参与吃瓜了 你也得说一下 嗯 我的假想敌就是我自己 那西林应该也是跟自己 做假想敌吧 对 我应该是 我是昨天的自己 现在都有时间线了 已经开始有时间线了 那我是前天的 几点到几点 昨天几点到几点 在什么地方 对 在做什么 假想敌在正常范围内 是可以接受的 就比如说你真有这种竞争意识 竞争状态 是可以 你要到了极致 那就叫做被害妄想 对 被害妄想就是每天他全是假想敌 他生活中他所有的 一切他的老杰的周围 这都是跟我对着干的 对 他做什么你都觉得 他是不是针对我 对 你为什么这么看我 我 你为什么笑 因为你帅 你为什么说我帅 你说我帅的时候 你嘴角抽动了一下 你是不是在说假话 是 直接由假想敌变成真真 远远流长 好 来看一下我们第三天汇报的情况 那边右上角 大家稍微擦一下 别以为新人有特权 嘿 别以为学妹有特权 别以为优等生有特权 这次哪位同学想负责一下采购的工作 我我我我 买买买谁都会 别以为 这次我真的有特权 上京东搜索恋人心动的Albert 认证花样学生会员 想专属特权 好怀念学生时代 嘿 别担心 不是学生也能领京东花样百元礼包 更多生活好物超值优惠哦 早上好 丽晨早 丽晨早 丑哥早 大家好 最后一天了 玻璃早 书屏不该说的是没忍住 客座 走路的时候不要玩笑 早啊 杨绿 杨绿早 你昨天还睡了吗 睡了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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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一点钟发给我 你睡了没 我睡了三个小时 你们都干嘛呢这是 这不是一个持续发展之道 好不好 杨绿真的好好 跟你讲不要用力过猛 你这个是长跑 上来就白米冲刺 哪能天天冲 真的是第一位的 工作是第二位的 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还在改 不是不是 我说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终于还在改 肯定是没睡觉吧 就是打飞锁问了 现在已经有点 睡有点 睡有点 睡了一个来小时 一个来小时 好吧好吧 冲刺街道 现在我们这个年龄段 也就何老师能这么干了 嘿嘿嘿 最后一小时 你准备好了没有 我是好了 但我那个打印没打印出来 那你打印完了 直接找我就行啊 好的稍等稍等 我工作几乎来不及了 好 你今天是还这么多 还有一条金银 得打印吧 对 等等等 我把我那一图我打完了 不 我就一 等一下 我去打了 感觉现在大家都被二倍速了 好 谢谢咱们开始吧 开始了 加油 王潇 有空吗 有 说一下那两个活的 啪 王绿的事情几句 一块去吧 就教吧 好的 我是想这样用英文说 英文吗 英文 因为我们有跟 其实没有讲前面这样用英文 所以他们可能也不知道 我们要怎么事先准备 那我就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大家都没有时间准备 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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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投资组组 我认为 有三个主要点 要注意到 我们的投资组组 的投资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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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投资组组 会有两个部分 投资组组 都很厉害 这些投资组组 我认为这些投资组组 我认为这些投资组组 这些投资组组 这些投资组组 每个投资组组 都会有两个部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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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嗯 王绿 那我看一下 没有想到这个 会有这么困难 每一个都 如果做得不好 王绿千万不要 没问题 看他每天都这样的强度 会不会疯啊 那总体来说 这个写的还是不错的 时间还是太着急了 挺好的 我看了一下你基本上写的东西 那个 基本上点是对的 哇哦 太宽容了 因为总是心里觉得你英语不太好 不太好啊什么可能不会搞得这么好 但可能你是低估了自己 哦 谢谢梁律师对我的鼓励 全部都完了 我去做的 刚好卡在那个十二十一点前 你那个完了吗 嗯 陈子哥你做的好棒 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 建议 嗯 大家公告成 律师们都在会议室了 你们过去复盘一下你们最后的那个实习项目 加油 走吧 这就是我们评判的标准了 哦 以为大姑告成了 哇 哇 还有还有这种打印的 那个是玉成打的 好 那玉成可以到军河去文印室负责吗 我们专门有个文印室 洗皮文印室 对 我实习的时候 当时什么都不会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负责律师把他需要的材料滴地嘛 文山眷海 叫给我我复印 我开复印机开了三个星期 每天晚上一睡觉一闭眼就一道绿光 那就是我的实习 当时我就觉得我肯定是要接替文印室那大爷的 所以我是文印实习生 我听说过开车的开电梯的 第一次复印机 开复印机开了三个礼拜 开始了哈咱们抓紧时间说这个案子 主要是每个案子代教老师会有个点评 行 那我先说 第一个案子是在这某区设一个外资企业 到底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文件啊资料啊 先从呈现方式上讲 其实南希那个是做的最好看的 国际啊层次啊包括整个的呈现 都是比较通俗易懂的吧 小猪呢教最快 但是她呈现的方式呢有一点点随意 但是你的点都在我也看到了 只不过客户看起来会有点费劲 邱怡呢你的完整性是最好的 这个要提出表扬啊完整性 好第二个课题是王律师讲讲 这个背景是一个夫妻双方财产的清单的一个数理 材料非常多 但千元上他们上来两个都给我了 坦率而言呢 这两个报告都非常好 郁城的那个财产处理清单的话呢 她的给我呈现出来她的归类非常清楚 关键点上她也做了一些法律号的角柱 邱怡呢她整个的这个整理呢 她是用了张表格把它给呈现出来了 包括她对里边的一些有些信息还是挖的比较深 比如其中有一个例子是说她产权人是一家公司 邱怡这里就整理出来说 这公司可能里边是不是还有股份的代赐人 就直接和这个某人的权利义务就直接相关了 那这些实际上就等于说她是有些比较仔细的 这女孩子的特点 细心 细节 谢谢王律师 第三个是梁律师代理个项目 我们请梁律师讲讲 终于做到了我们的常规业务 她是一个资产出售资产剥离 她这个合同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一百页左右 传英文的 育成跟那个敬业作为实习生 没有任何先前的经验的情况下 但是几个交割先军条件 都捋得清清楚楚的 客户没有想到说你是一个实习生 花几个小时的时间 能把一百页的英文合同给赤透 而且育成是在所有面试的人当中 唯一一个连说都不敢说的人 我没有预期到以后搞得还挺明白的 你这个做一做的非常好 所以这个任务到目前为止 我无法判断他们俩是数好数坏 都非常好 下一个起草 一个投资条款清单 就是一个term sheet 这个是我带的一个项目 我跟两位同学都说 你自己选择是中文还是英文起草 两位同学都是主动地用英文起草 就一整个用英文给我汇报里面 这个水平还是相当高的 你这个term sheet是binding的还是nonbinding 是有due diligence,exclusivity,confidentiality, and expenses, and counterparts 王肖整体的这个片方式 就应该是这样的东西 都不错,写的都不错 非要说谁掌握得更好一点 可能王肖对这个交易 现在需要比较简明的给出去的 这个点可能掌握得更好一点 第五个是这个境外投资的一个审批登记 非常感谢宜萱选择 因为其他人一听要去德国投资 吓死了 因为要跟德国律师沟通 打电话什么不敢选 其实这个主要就是去政府的网站上 把要申请的这个材料列个清单 宜萱做的还是挺全的 朱一天同学胆子比较大 都敢挑那些别人敢挑的火 这个案子特复杂 它涉及到有些邮件 今天他给我呈现这个东西呢 我还是挺满意的 第一呢他确实把这个问题 就已经梳理很清楚了 而且相应的这个证据呢也非常清楚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我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就这些信息还是写的蛮清楚 第六个呢是一个小型的地地 分成了两部分 一个是法律研究 还有一个实地的这么一个走访和调查 研究是赵南希和刘宜成两个人 实地走访调查呢 因为人家接待能力的限制 只能去一个同学 他们通过抽签 刘宜成同学做的调查呢也非常好 他在去之前的头天晚上 做出了一个禁止调查的一个清单 做了非常详细的反馈 这个专业范是很好的 两个同学的法律研究 还有玉成同学这个现场调查 也呈现的都非常好 第八个是公司股权交易结构 提修改意见 这个呢其实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坦率来说 不过这也是我们日常 经常做的业务了 它这个背景是在我们对白家公司 然后这个公司呢 收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一个 全款清单 还要去收购这家公司 然后我们是一方面 要对这个整个交易架构啊 交易时间表 审批的这个情况提一些建议 另外就是修改这个具体的内容 南希呢这部分做的是不错的 都有一些想法 英文展是王肖是做的最好的 王肖是比较自信的 它的内容覆盖呢也是基本完整 林烨呢它改的很细 而且我之前埋的坑呢 它都看到了 这个很好 但是你的整体的逻辑呢 没有王肖那么清楚 所以 这个项目让我总体去评价的话呢 可能王肖是做的最好的 好 第九个呢 是昨天下午才追加的一个事 时间挺紧的 李金烨和王肖两个人说 要把这个活干一下 各自做出了一个回复 金烨做的那个回复呢 就是主要的点都才到 据我的判断 那个公司还是在一个 正常运行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它其实还是 金烨呢做的比较清楚 而且它对这个 可能发起的诉讼 也是做了一些的分析 挺好 就大概就是这意思 王肖同学提了一个建议 就是说呢 这个公司老不经营呢 不如就给它吊销掉 如果这个公司被吊销 云业执照或者被解散 是因为违法造成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 好像并不是 它的原因造成的 所以说我觉得它 可能不会受到 这个特别的影响 他个人有没有责任 我们其实昨天 只跟客户打了 十分钟的电话 我们连面都没见过 这个推断做出的太快 是比较草率的 这个课题9呢 可能是金烨同学 完成的更好一点 最后的这一个实习项目 你们还是做的不错的 超出我的预期 糟糕 哎呦 好难判断 特平均 对 每个人都有好的都有 稍微 好了 实习生同学们 可以先回到座位上 我们就第一名和第二名 还要再评议一下 来来来多聊点 多聊会儿 肯定他们一出门 这个片子就停了 没了 我猜没了 你看 这也太难猜了 我就告诉你 不会放他们 他们要一张口 我们就能知道了 这是诊计最难的一次 对好难 不难 不难 我觉得大家心里 应该基本上跟我是一样 已经一二名两个人选定了 无非就是顺序 我感觉肯定是邱怡 敬业和王霄里面三个人 我觉得应该有育成 我觉得有育成 育成只被提到一次 他只赢了一个项目 没有 但是育成被提到的 另外两个项目里面 他全都是得到了高度赞扬 只不过是不分伯仲 对 都是非常夸赞的 赞扬的度相当高 你们有没有记下这个细节 我讲的不能够 也就是说他参与的三个项目 全部得到了高度评价 而敬业有一个项目被批 王霄有一个项目被批 有吗 有 敬业的那个项目是说 逻辑不如王霄清楚 他只是跟他比较 对 对 所以就是相当于被批评了 但是那个项目好像是 邱仪 被表扬了 就是他列表的那个 包括他预测到一些细节 那个公司有没有股权代代持人 他只是说邱仪做的更细一点 但那个项目里王霄表扬的口气 明显欲成要超过邱仪 主要是第九个课题 就比较临时的一个 就是任务8跟任务9 就是8是王霄比较好 9是敬业比较好 所以他们就打平了等于 梁绿表扬欲成这一点 说是他来的时候 是一个连英文都不敢张嘴的人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项目 他完成的这么漂亮 完全超出他预期 就从他一进来开始的这个起点 到他现在这种发展和进步 所以我觉得学习能力和成长速度 在这里面是不是也会成为 律师们考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质量 我们干脆这样 反正最后一票了 我们每个人在纸上 写下自己的两个 投票的一跟二 对一和二 然后我们都放到中间 打开以后我们算 可以 最公平的一种办法 可以 我觉得这就是盲财 对 接近尾声 节目最后一次 向大家安利京东校园花样 学生会员 只要在京东通过学生身份认证 注册成为花样学生会员 就可以享受一元购 购物反京豆 学生专享内购价等等 超多的学生专享福利 赶快行动起来吧 来 我们都放到桌子中间 哇 终于 冬天快乐 冬天快乐 哈哈 这啥玩意 这是什么呀 这是 这是谁呀 我觉得看不出是徐旅 哈哈 这是你的partner 徐旅小时候你上过手工课吧 没有 刺个指 你叠一个刺 没有短板的 哈哈哈哈 首先 第一个 这也不知道是谁 好吧 完全看不出是谁 就这个 好难猜 看起来是有短板的一位朋友 哦 这位朋友 短板姑娘 哈哈哈哈 他说第一名 是 李静业 哦 李静业第一名一票 哦 王霄第二名一票 哦 好 下面 这位玉成第一名一票 哦 王霄第二名一票 好 这位朋友写的第一名 玉成一票 哦 第二名王霄一票 哦 王霄在第二名上高票当选 好 好 分析一下这是谁的 哈哈哈 李静业第一名一票 王霄第二名一票 王霄成了第二名成了 稳居第二 好 李静业第一名一票 玉成第二名一票 哦 玉成 李静业第一名一票 哇 这很稳的呀 秋仪第二名一票 特别认真写了CP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匿名啊 不要给我放出来 匿名是匿名的 大哥 那个大哥呢 大哥是匿名的那个 刚才那大哥吧 要去拍 承担不乐意 自己还生怕别人 不知道是他投的 还写了个CP 关键CP写的像CD 哈哈哈 最后是首歌 最后一个了啊 最后一个了 静业第一名一票 哇 静业五票第一 王霄第二名一票 五票第二 现在计票结果 李静业 五票 当选第一 呜 王霄五票 当选第二 呜 除此以外 刘玉成有两票第一 一票第二 詹秋仪有一票第二 南希和一轩 没有拿到票数 那其实我们大家意见还蛮统一的 好 哎他是第二 对五票当第二 对 然后五票当第一 好 来 职场敢拼敢闯 生活有模有样 一起进入京东花样 发光时刻 请介绍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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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对了 居然对了 所以投刘玉成两票的 应该有萨老师一票 把我那张选票烧掉 超开心的 这是最没有把握的一次 对 因为如果不是萨老师想到这个方法 大家讨论的话会讨论很久 说很久 有可能会被逮骗 对 还有争执 因为既然没有依据 不如凭直觉 对不对 对 所以 杨老板真的做了整季都对 对不对 真的 哇 哎 所以萨老师第一集错了 和最后一集错了 最后一集 我们其他孩子除了第一集 大家都对了 我是一个有头有尾的人 有头有尾 有始有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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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这个叫有始有终 好 下面我们进入到京东校园亮灯时刻 天呐我们好强啊 好 来 3 2 1 超开心的 太厉害了 我果然是无敌的 好 最后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数值报告 好不好 看一下 好来 请看